冬奥会 我们都知道这个冬天 它是秋收冬藏 冬天是不建议大家去 太过于运动 而且你运动 你就是给需要的人 给需要的时候 这些就是说 为了运动而运动的人 它这个身体 并不是说很健康 我们看满身都是肌肉 中国自古也是不讲这些 全是在西方学 你这个东西并不代表什么 那是一个筋骨皮 是一个外在 你有用呢 表面一时有用 但是你身体 首先不会好 要怎么好 就里面那个气 练的是内练一口气 你要是为了表演 为了表面上显得你强壮 很多人都不懂 认为这种我们肌肉难 那么这些就好 看着羊眼 然后 咱内在那个气都是混乱 时间长了就不行 你看运动员 这些生涯 只有这个 40年 有的甚至30年 就是到30岁就不行了 所以说要想长久 这种包括健身 这种东西 健身房 我们都是不是这样练的 其实西方就是国外 有些东西还是可以学 像瑜伽 他这个春筋把骨 中国人讲这个春筋把骨 外练筋骨皮 他整体全身活动 这个就比较好 你帮练某一个部位 那你那个部位有问题 你可以练 也不要过于练 你看那些运动员 就是 整天从小就练 有的个子不会太高 有的 反正就各种 问题 就出来了 这个 中奥会啊 不管怎么样 这些运动员 他赢的是自己的荣誉 你往大也可以说是国家的荣誉 但是要这个荣誉干什么 西方人会比较在于这些 所谓的精神 所谓的荣誉 中国人是通过这个 比如说我们互通有无 经济 贸易 文化交流 乃至 乃至 这些 政治啊 等等 中国人 他体制 也不像西华人那么强 所以说 没有必要 去计较 你说这个 白米 什么 进决赛 自古中国就没有 什么 你先锋那个干嘛 你得第一又怎么样 中国人 中国人是比较对那种技术性的东西 你看拼荒球 以前我们包括这个拼荒的外交 是吧 就通过这个 一个跳板 一个 媒介 那你说除了奥业会之外 那还有 还有其他很多的 其实古代这个奥业会 他还有这种 就是音乐交流 诗歌 很多方面 很丰富 你看现在体育也是 他很 有这个 所谓脑力体育 下棋 甚至打牌 是吧 你把中华的文化上来麻将 武术 这些很好 那希望不用 不会 那你怎么办